方之交 三弟和盧廣仲 24日一起出席 電影首映活動 剛好三位都各有喜事 尤其是最近被拍到 跟羊羊約會的盧廣仲 果然是要被拷問一下的 三位現在都有喜事 都是都有一點喜事的感覺 先問廣仲 喜事是什麼 喜事 什麼喜事 什麼喜事 因為這個英雄的英雄 又多寫一首歌 好喜喔 這算喜事 超喜的 師父邀請羊羊一起看嗎 謝謝 實話了 不要回答 你會想結婚嗎 你有這種想像嗎 有的人是想單身的 可以結 可以結 可以OK啦 都可以 有想結婚的人嗎 對想結婚 登登 那影響觀眾就影響觀眾 謝謝 可是先放過一連尬的小隊長啦 而即將結婚的Sandy 日前爆出婚禮費用 曾有女方出 也意外引發大家關注 因為在美國的習慣 本來就全部都是新娘出錢 因為他們的邏輯就是 辦一場婚禮是新娘出錢 後面的人生是新郎出錢 所以我是很習慣這件事情 像我的同學們 他們結婚 全部都是女方出 那我也就不宜有她 然後我們就是很自然 好那就這樣 然後就做做做 然後一直到後面 大家才開始有新聞出來 我才知道說 原來好像台灣是南方出錢 還是 不過就是疫情 對 因為我覺得好多女生 總共是都女生出錢 對對對 但沒有 她付出的可多了 大家就別瞎操心啦